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a 現在呢 人在上海 什麼意思 這一集呢 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上海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這次呢 OMG 我們是陽卡組合 你來上海也是靠我 我真的有很多朋友 因為芽芽在上海有乾爹這樣子 欸 你以為只有你有乾爹嗎 我也是有我的乾爹好不好 我這全球都有乾爹的咧 我們今天的飯店一個人平均不到2000塊台幣 而且是雙大床 整個飯店的空間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這次住在這個靖安區這個附近 蠻推薦給大家 剛剛已經用我們的魅點上好了我的妝容了 畢竟我們來上海就是要好看 就是要漂漂亮亮的啊 那我剛剛用的粉底液呢 是魅點的清透雌笑粉底液 Yaya 你看一下我這個妝容怎麼樣 欸 很好看耶 是不是 而且就是很清透耶 不會有厚重感 這是楊楊來上海第一句稱讚我的話 這是我的妝容耶 因為畢竟這個人沒什麼其他好稱讚 屁咧 我們就來實測一下這個粉底液 因為魅點的粉底液真的是小資足必收 而且這一款呢是屬於比較清透型 再加上我用那個清透柔光蜜粉 臉好像也變得比較明亮 套上一種那種柔霧柔霧的妝感 現在準備來先去吃我們上海的第一餐 好期待喔 上海人超多美食 這個女的有一個臭不要臉 把我的蜜粉拿去定妝 欸 它看起來真的很好用 可以燒到 像是因為我們就是如果用長途旅行的話 很容易有點出油 然後就可以上個蜜粉 好看嗎 有霧面嗎 其實有耶 而且它的粉很細耶 就帶出門也方便 而且好輕喔 OK 走吧 決定來吃這個酸辣粉 螺絲粉 螺絲粉 因為沒有那麼辣 可是河湯會蠻辣的 如果小辣應該會超爆辣 可是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不會覺得很厲害 我們還要點一份他們的 肥腸 有點像那種脆皮肥腸的感覺 就是加一些胡椒粉之類的 但我覺得油好像有點還沒力感 如果泡到湯裡面 或是拌著一起吃 我覺得它還不錯 欸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吃 就是乾的螺絲粉 乾的吃起來是 別有一番風味 乾的辣度好像比較沒有那麼辣 分量蠻多的 就會覺得人家是已經是兩個人份了 現在已經吃完了那個螺絲粉 其實吃飯還不錯啊 蠻道地的 在台灣的話 也比較吃不到味道這麼重的螺絲粉 只是我覺得 好像真的吃完一碗 分量有點太多 雖然它一碗才一百多塊錢 但它的分量真的是兩個人吃的分量 我們如果不想吃酸辣的東西的話 一下子吃可能會覺得 我有點膩口 那你平常就很喜歡吃酸辣的話 好不好吃完一碗都不是問題 我們的上海美食 就只是第一餐而已 OK Are you ready? 吃完飯 然後我們要趕去下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剛剛想說要叫車 結果因為我們沒有這邊的手機號碼 所以呢 就是沒有辦法登錄 也沒有辦法註冊 也沒有辦法叫車 如果說大家要來玩 我覺得還是建議 可能不知道有沒有這邊的朋友 可以幫你申請叫車 或是你可以用他的帳號 然後所以我們剛剛沿路 就是請那個店員小哥 然後我們叫車 然後我們再給他錢 欸你真的好矮喔 因為我這樣講話的時候 你都 我剛剛講話的時候你都這樣子 對啊 你拿地鐵 不然就是可能搭地鐵 搭地鐵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付現金 其實我跟你講 搭車盤便宜的 我們剛剛搭來15塊 大概台幣60塊 這最低 最低了 你在台北搭起步應該都是80塊了 行嗎? OK 謝謝你 掰掰 掰掰 那個小哥人真好 幫我們叫車 還帶我們來 現在呢 已經來到了這個 烏魯木齊中路 其實這邊蠻漂亮的耶 對啊 而且感覺蠻好逛 就是有一點那種 小歐洲的感覺 因為它旁邊其實 都是那種林蔭大道 中間有馬路 另外兩側都是一些小商店 就很像那種 露景也會出現的那種 照路師就會在這邊 打工的咖啡廳 哈哈哈 欸其實這邊很漂亮耶 感覺很好拍耶 真的 欸 真的還蠻好看的耶 絕對是這邊好看 不是一定好看 這邊呢 其實最近的地鐵站 好像是 上海圖書館 所以我覺得蠻推薦大家說 天氣不錯的話 可以來這邊走走逛逛 現在呢 我們想說 我們剛吃完 我們可以先來走一下 等一下再去吃那個冰店 這邊還有一間賣眼鏡的 其實蠻漂亮的 要不要進去看看 哦 就是有很多這種設計小店 好可愛哦 哦 欸這眼鏡好特別哦 哦 它是軟的 很輕耶 我好像是我的乾爹 我們三年沒見耶 我們三年沒見了 我們一夜後就沒見了啊 這是我們上海的新朋友 什麼意思 因為我沒有看過他本人 然後想說 有沒有一個女孩子在旁邊 哇他就突然抱住 然後我嚇到 我想說 這邊的人怎麼那麼熱情啊 乾爹之前在日本讀書的好朋友 剛好知道我們來上海玩 所以他特地從長沙過來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冰囉 來吃看看這邊的冰淇淋 真的是那種義式冰淇淋 所以他的我覺得融化速度超級無敵快 那邊看一下 會超多的 欸很濃耶 剛剛說那個焦糖海鹽好像要稍微甜一點 跟他的海鹽味我覺得蠻香的耶 對 比較濃郁一點的那種冰淇淋的口感 很好吃耶 但他抹茶其實是可以選的 他有三種不同口味的抹茶 然後苦度的話也有分 抹茶其實再配上焦糖海鹽其實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海鮮果超香的 海鮮果的很好吃耶 荔枝的其實也蠻好吃的耶 綿綿的 吃多了也不會覺得膩口 不會很甜 吃完那個麻布屋的這個冰淇淋了 點了六個口味之後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比較推薦的是那個海鹽焦糖 得起來可以吃到上面那個堅果的那個脆立感 再來呢我覺得蠻推薦大家可以吃看他的抹茶 但因為抹茶我覺得濃度比較高的關係 可能吃到最後口味會有點乾乾澀澀的感覺 那如果呢我覺得喜歡蜻蜓的話 一定要點他們家柚子 柚子好好吃喔 剛剛在走來的時候啊就是養羊啊 他一起在那邊看男生 喔連那個在旁邊施工的他都在看耶 大家相信他講的話嗎 然後還有我們還經過一個洗頭店的 喔一排男生坐在那邊他超級開心的 他超想進去的 我沒有好嗎 什麼洗家吹60塊 我沒有 他就想進去 他就在等那個客人點他們 喔喔喔喔喔喔 他們這種是正規的 正規的 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我要怎麼講 我說這個是正常的 我們沒有在不正規的 其實你也有 他一直在那邊拍 我都不敢拍了 是你喔啊 這一條呢也是有非常多這種設計的小店 咖啡廳結合一些藝文空間 這邊呢直接就是他好賣他們的滑氣這樣子 這感覺很適合擺在家裡面 這邊的店我覺得蠻文藝氣質的 後面這位熊姐就已經出手了 哈哈哈哈 他在日本的時候就是 他就說 欸寶貝在好看 我說好看 他就去結帳 我的熊寶貝就送我 一個杯子 你們真的很誇張 你沒有拿到東西嗎 你明明就沒有拿到 不是 你們很誇張 因為我還有一個免費的別增 哈哈哈 你很消貪耶 我沒有花錢 我還可以拿到別增 你們兩個還要花錢 我也要謝謝我們熊姐 喔喔是嗎 是是是是 下一間 帶熊姐去比較貴的店 哈哈哈 我們想要去路易威登 我們要去 哈哈哈 他推薦一下 就如果你來的話 可以來這個橫山路 橫山路這邊很漂亮耶 國外的建築感 很適合如果跟好朋友一起下午來 CTWALK是不是這樣走 哈哈哈 快快快快 走開看CTWALK 布丁頭很嚴重耶 哈哈哈 上面有點突兀啊 哈哈哈 可以耶 連你都可以拍那麼好看了 真的是 真的不挑人耶 我跟你講 真的很好看 已經六點了 但是 上海這邊的 我覺得好像 日落比較晚 現在還有一點點微微的陽光 可能三四點 然後晴天的時候 一定很好拍 剛剛我們在這個對面拍的是 上海市第二食品商店 我在網路上查到的 我覺得這個景好像蠻可愛的 但我剛剛拍的話呢 就是這種感覺 復古復古的感覺 我覺得像是年輕人 如果想要跟好姐妹啊 或是說情侶一起出來玩的話 我覺得這還蠻適合 熊姐要帶我們去下一個地方了 因為其實這次來上海 我就有指定幾間說 我覺得一定想要來拍來跟大家介紹 這邊呢是一個蠻大的一個購物商城 精品 Crystal 剛剛已經領到了 我們等一下要去吃晚餐的 喔 他說他等大概至少兩個小時 我們就現在先下來這邊晃一下 結果剛剛在路上就被人家問說 要不要拿那個 黃牛的票 就連食物都有黃牛 連食物都有人賣代牌 然後會賣黃牛 然後我想說 剛剛前面有一張紙貼說 拒絕黃牛 這一棟都主要是賣食物的商城 樓下這邊有一層啊 羊羊比較有興趣 就是很多健身房的帥哥 他說要等兩個小時 就想說還是要站在那邊看兩個小時 來你走過去 以假裝若無其事的過去看看 很認真的看了 看羊羊搭手伏地的時候 還是受不了誘惑 他還是偷偷的這樣往上面瞄一下 他做這種透明廚窗就是要讓人家看 你自己剛剛一名也在看 我沒有啊 其實在靖安寺附近這邊 其實蠻多百貨公司的 對 然後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瑞歐百貨裡面 比較多年輕人逛的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好了 旁邊百貨公司可能就比較偏向於那種 英雄人 對對對 所以羊羊這種年輕girl來講 有點太成熟了對不對 這邊好像還蠻多一些 設計師的品牌 買東西的話 或是逛街 其實我覺得這一棟會比剛剛那間好 我也覺得 我眼神應該 閃耀 傘色 我真的很傻眼 剛剛才說他在那邊亂買東西 結果你們剛剛就把我騙過來 沒有 我自己說這邊有小狐狸耶 我原本說這邊有小狐狸 然後就說這邊有小狐狸耶 然後就聽到就 他就進來 我就買了一間 欸很可愛耶 你看你這家就是好不要用的 但是他打五折 而且還可以退稅 這個籃就是薄籃 對啊 其實蠻好看的啦 你看啊 他是很開心 在那邊爪 在上海這邊買東西 居然還可以退稅耶 但是呢 因為像日報是退10%吧 然後這邊是退9% 但是還是不無小補啊 基本上好像百貨公司應該都是可以退的 到時候可以領這個退稅單 然後他會跟你核對一下 你買什麼東西 你的東西呢 要記得要帶到機場 到時候在機場 在現場在做辦你退稅的動作 楊楊 準備好退稅了嗎 我還沒買唷 我今天很棒 9點25 我們剛剛是幾點進來的啊 6點 我們問了這一餐 等了足足的兩個小時 如果等一下不好吃 他就完蛋了 打自家招牌 可是這是你要吃的 可是他說他在上海待過一陣子了 你有沒有吃過沒有 我是有吃過的 其實他酒有很多 我們今天還是蠻多的 很誇張耶 代表說 這家店應該說是蠻紅的 他其實用手機是可以點餐的 上面還是有一些 有點像熱醜的感覺對不對 我們的餐點 終於來了 我要先來吃這個 油燜雞是不是 聽說是這邊的招牌 蠻苦味 然後再把它燉爛 這種感覺 還蠻像飯的 這個就可以配好幾碗白飯 油燜雞真的好好吃喔 油燜雞大配大家可以來吃看看 這個是黑三舵 主要就是好像是青椒嗎 還是什麼菜啊 豆角嗎 豆角 然後肉末 然後還有木耳 蘋果 這邊的料理吃起來比較偏油膩一點 喜歡吃重口味的話就有數嗎 我覺得一鍋可以大概四五個公司 我們自己很小分 然後可以給我們米酒 乾杯 有點像那種乳酸飲的感覺 酒味沒有到很重 甜酒一樣的 嗯就是甜酒 蒜蓉豆腐的 蒜香豆腐 豆腐也很透味耶 它的蒜蓉豆腐吃起來很嫩 雞蛋豆腐的那種口感 覺得還蠻家常味的耶 加上它上面的那個蒜 煮到有點那種爛爛 蠻入味的 帶一點辣味 各位那現在呢 我們要準備來化妝 因為今天呢 準備了超多 上海地道的美食小吃 我們今天要跑一整天 OK 好 剛剛已經先上了一些防曬隔離 接下來要來上底妝了 昨天啊 我上完妝之後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天啊 我的妝感也太讚了吧 到底是什麼底妝呢 就是這個 它的質地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細膩 直接試臉給大家看 今天也是你知道一整天的 跑美食的行程 當然一定要用一個 持效的粉底液啦 而且呢 我覺得它可以輕鬆上妝 就算你是底妝小菜鳥 也不用擔心 不用任何技巧 就可以做到一個 超級完美的底妝 像是新手 如果也想要有這種均勻啊 又細膩的這種底妝感的話 我跟你講 一定要使用這一塊 而且呢 裡面也有 耐汗耐皮質配方 可以吸收 並凝固多餘的皮質 讓你的肌膚呢 就算出汗 你可以保有清爽又舒適哦 上半年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我上過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它遮瑕度也是蠻好的 柔霧柔霧的感覺 其實妝感很清透耶 不會讓你覺得整個妝感很厚重 是有一些暗沉 或是膚色不均的部分 這邊都是蠻顯現的出來 那這邊呢 你們可以看 就是這邊有一道光 我覺得還蠻明顯的 很多女生就是在追求這個 女神光 剛剛它很迅速的用這個 清透持效粉底液 上完我的第一層底妝了 那如果呢 大家就是很怕夏天的時候呢 妝感會想要更定妝的話呢 就要來用這個 清透柔光蜜粉 來修飾你的毛孔 之前呢 我就有用過他們家有一款 賣到斷貨的光透柔膠蜜粉 這次呢 我跟你講 這個粉 超級厲害 昨天我用完之後 羊羊在旁邊 虎視丹丹 今天早上也被我抓到 把我蜜粉直接拿來用 因為他們蜜粉有這個 彈性塞網 它可以輕鬆的 幫你沾取到適量的蜜粉 真的覺得彈性濾網的設計很好 你看我這樣用起來的話 整個抓粉力 我覺得是非常的夠的 因為呢 它結合了兩種粉體 毛孔 凹凸 修飾粉體 跟幫助你的肌膚提亮的粉體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小技巧 如果呢 你們想要再加強 像是眼下這邊比較容易乾 或是那個 想要再稍微定妝一下的話 可以這樣稍微用尖尖一點的感覺 眼下這邊稍微的定妝 鼻翼這邊也是可以這樣 輕輕的定 而且它這個 粉腹也是非常的坦 非常的嫩 它可以讓你臉上的凹凸 或是細紋 變得比較不明顯 妝容也會呈現一個 比較柔膠 持妝的效果 羊羊要不要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偷用我的定妝效果 你們看 欸 真的耶 如果說你像是我們這樣 一整天在上海這樣 跑趴 不是 不是跑趴 跑 跑店 你昨天都玩進房間 哪有 屁喔 真的超早睡的 我們這樣一整天 如果說我們等一下要去吃 生煎包 或是想要排一些 名店的話 也不用擔心說 喔你進店之後 整個臉就會變得油油亮亮 它同時可以提亮你的肌膚 還可以輕鬆快速的上妝 上完跟看到妝感 就是不同的境界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快速的完裝 趕快出門囉 現在呢 來到了這個叫做大湖村 這個是我們昨天三人 就是在房間裡面討論一下 跟這個熊姐說 我們想吃生煎包 立刻給你安排一下 第一餐呢 就要來吃這個大湖村生煎包 而且還蠻多網友推薦的 大湖村家 上海村生煎包 你吃嗎 還蠻香的耶 皮比較厚的路線 它皮是酥 可是它不會很 我想的這種不太一樣 我以為上海村煎包 是那種很薄很薄的 然後很湯濕很多 可是這樣吃起來 是比較飽足感的 比較紮實 它很像是那種 版本酥餅 喔 剛吃完了生煎包 立馬來旁邊吃一些 剛剛司機大哥推薦的 海斬雞 它一盤是55人民幣 其實好像也不算貴耶 因為它一盤的份量其實蠻多的 然後我們還有點一碗雞粥一起配著吃 好嫩喔 好嫩喔 好像它有淋那個香油 果味道其實蠻香的 我剛剛單吃一塊沒有沾醬 我覺得其實還不錯耶 我覺得這是長輩人會喜歡的 帶爸媽來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吃吃看 可是它好像也是醉雞的感覺 我也覺得好像有一點醉雞的人 有點小缺點 就是它骨頭蠻多的 對 因為有一些是那種嫩雞 就是沒有什麼味道 它會吃苦的 這個可能是一整隻雞 或是半雞去切 所以一點的骨頭會比較多 因為雞粥沒有什麼特別多的味道 我以為它的雞粥是那種雞湯粥 可是其實吃起來有點像白粥 再加一點點小小的調味 現在來到了外灘 Oh my god 很震驚耶 是東方明珠嗎 這是東方明珠嗎 天啊 我們真的有來觀光的感覺耶 我們就看到 外面真的覺得很厲害嗎 其實我覺得白天看的時候蠻漂亮的 晚上感覺是不同的風景的感覺 是東方明珠 這次推薦大家來這邊拍照 真的很好看耶 楊娜 給他們看我們剛剛拍的合照 好 喔 這麼可愛 我拍的帥照 好看好看 天衣一定要在這個圓環這邊 其實這樣拍過去是蠻好看的 對 主要就是看說有沒有人 如果路人的話就要閉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了上海的新天地 這邊其實有點像華山的感覺對不對 還蠻美的耶 好漂亮喔 然後像是一些名牌的小店這邊也都有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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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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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來的 來吃羊羊爪的貝果 博物館 這個是在韓國就有的 對 但是現在在上海也有店 然後其實就是走這種比較精緻一點 那我們還有點飲料來喝 昨天我們刷小黃酥啊 然後他推薦的是 韭菜嗎 韭菜 香蔥 香蔥 喔 那你可能是Cream Tea 就有那個 Cream Tea是嗎 好奇怪喔 這是韭菜嗎 對啊 是韭菜 好神秘喔 然後我們還有點墨西哥辣椒 跟巧克力 還有這個 紅豆奶油 紅豆奶油 好像韓國我都喜歡吃 全部當然199 199 199 加飲料 那還可以吧 蠻厚實的 這個像麵包 巧克力蠻普通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本來是蠻喜歡吃巧克力 我才點巧克力 那我覺得巧克力 吃完後發現好像沒有特別厚牌 它就是很一般的巧克力 現在在切這個韭菜的 還蠻特別的 甜甜甜的 主要是那個韭菜 韭菜有什麼韭菜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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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至少這個味道比較不常見 接下來來到這個新天地 這邊有一家 就是我們熊姐推薦的 叫做畫梅 這邊呢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品牌的東西 香氛類的 這邊也有 這邊真的什麼東西都有 然後它有點像是這種超市的感覺 但後面還有這些沐浴乳香氛類的東西 前面有一些彩妝品啦 但是我剛剛稍微仔細看了一下 它呢 有一點算是快要集齊品 有效期間還剩一年啦 所以在價格上面會稍微便宜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妝容 現在外面超級無敵爆熱 但是呢 我現在的妝容超級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買那些東西 我真的覺得 我們妹點的粉底再加上蜜粉 真的是無敵無敵 再熱的天氣 都是大丈夫唷 上海菜叫做圓圓 這邊有一道菜 我覺得超級酷的 紅棗糯米 欸我沒有吃過耶 它就是紅棗裡面放那個吧 在台灣也有啊 可是它裡面是不是比較 有比較勁 很好吃耶 它很像甜點耶 而且我本來不太愛吃紅棗的人 這個我可以接受耶 他們這邊的雞毛菜長這樣 怎麼覺得 這是台灣很常看到的菜 很像是A菜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口感台灣吃過 應該台灣有啊 嗯 就是蠻脆的 這個糖醋小排 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糖醋還蠻認真糖醋 不會過甜 這個蟹黃拌粉絲 謝謝 這真的很好吃耶 小乳鴨 也不會泡太厚 也不會泡太薄 烤得很剛好的鴨腿 鴨腿超多汁 結束了一天的行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在這邊上海的天氣 真的真的是非常的濕 然後非常的悶熱 但是呢 你看我一天下來 我的妝感 還是一樣維持的 非常非常好 相信看完這集VLOG之後呢 大家一定會對於上海 有更多的了解 大家來這邊一定要支付寶 一定要先綁定好 可以的話 我就是建議大家 最好是有一個 在這邊的 手機號碼 因為很多東西 很多地方 其實都需要手機號碼 如果你沒有手機號碼 真的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還有加上微信 這個東西也很重要 因為很多餐廳 他們都是用微信裡面 就是掃碼點餐 接下來跟大家推薦這一款 媚點的青透柔光蜜粉 它的粉質很細之外 它這個濾網設計 讓你就是沾粉 沾得非常的輕巧 更其中之外 也不會有厚重的感覺 重點呢 這一罐那麼大罐 才390耶 CP值真的是超級超級無敵高 不管你們在台灣 或是你們要出去濾唷 帶這一罐絕對是沒有問題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是歡迎大家 趕快去開架 試用一下魅點 接下來呢 當然還有第二集 關於上海怎麼吃怎麼玩 大家喜歡影片 也記得訂閱 按讚分享 期待我們下一集上海之旅吧 掰掰